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宁愿的小窝 我是万万又见面的朋友们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 要跟大家分享KKW Beauty的这一个Caml眼影盘 那这一盘呢 好多朋友要求我做这个快点做review的视频 其实本来今天我有其他的安排啊 就是想要po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周末 就是周日啊 应该是周日 周日给大家po视频这样子的 那我如果是周日po 我可能就要周六去录它 因为我现在平时的话是真心真心 没有时间去录视频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周末的时候 多录几点视频 然后我下一周再po上 所以我基本上所有的视频都是提前录的 没有什么当天录当天po那种 我没有那么高的科技 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 去去去整理这个视频这样子的 所以bear with me大家 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是这一个 我会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试色review 然后分享两个上妆的demo 包括我今天也就上这一个 OK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一盘 对于我来说KKW Beauty 这个brand的image是什么样子的 我完全不了解 但是我没有觉得非常的offensive 就是我要抵触这个品牌 OK没有 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那对于KKW Beauty 他们家其他的彩妆品 我完全不感兴趣啊 我刚买的bright new 那个powder还不错 这是我第一次买 这是口红啊 修容那些 我修容我基本是不用的 我不喜欢做那些动作啊 但是bronzer我自己很喜欢 但是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膏状的bronzer 然后唇彩唇线笔口 我之前都有给他吐槽了 我全部都扔掉了 那种化学的油气的味道 我实在是受不了 OK 所以他们家的眼影盘 现在我基本上每盘都有 除了那个蓝色紫色那一个 浅色的那一盘 没有就限量款没有之外 其他的我现在包括这一盘 所有的我都有 包括两个小盘 那个三个小盘吧 三个小盘我也有买 这样子的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眼影 那这一盘呢 也是这种hardboard 然后非常的slim 然后呢 看上去不容易脏 上面是一个镜子 然后这里边呢 是他的12色眼影 在这里边 每个颜色呢 我都已经用到了 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边试色 边跟大家说一下 我对这一盘的这一个 所有眼影的这一个质感的看法 总体而言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盘眼影了 我们先来一个试色啊 OK 这个颜色 我刚才试的这个颜色 大家 这个颜色 它里边是有shamer的 我不知道在视频当中 可不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颜色 它里边是有shamer的 但是它是一个雾面的base 所以上妆的时候呢 非常明显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K粉 吊渣渣 非常明显啊 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四个颜色 非常漂亮 我很喜欢他们家眼影 分质感的薄度 非常的薄 又薄 颜色又非常的 怎么说呢 真实 就是你在牌里看的颜色 就是真的很真实 很好掌握 不会也就是说 bang上去 然后如果我想画一个 精致的眼妆的话 我要非常的小心 你不用担心这个 很有质感 很有质感 OK 这两个物 我刚才说 他们家的物面 我不可挑剔啊 然后下来 我自从换了这个新镜头之后 我跟大家说 我换了一个镜头啊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大家都说 这个镜头很好用 我怎么觉得 这个镜头聚焦这么慢 比我之前买的那个原装的 聚焦还要慢很多 OK 大家看这个颜色 哇 多么的饱满 多么的rich OK 然后最后四个颜色 这边 好漂亮的 大家有看到这个颜色吗 最后我试的这个颜色 这颜色 如果这个颜色 能再深一点点就好了 唯一的小小的 除了刚才松散的眼影之外 这个颜色 如果能再深一点点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 其实从这个饱和度上面来说 差不多 所以两个深度也差不多 所以这个呢 如果能再深一点点 再rich一点点 完美啊 这个我需要build up一下 有的时候假如 我想画一个 非常绿色的 烟熏的那种 golden的眼妆的话 我还要借助其他的 比较深的眼影盘 我可能会拿 Natasha Denona的 或者是拿那一个 Visa Art的 那一个雾面的眼影盘 最深的颜色 加深以下这种的 当然我眼影盘很多 我是无可挑剔了 但是这一盘眼影 我当然希望 可以在这一盘眼影里面 完成一个 比自己比较满意的 这一个妆容 唯一一个小小的缺憾 就是这一个 但是OK的 OK的 我今天眼睛上 用的也是这个颜色 OK 这一盘眼影 我是 我觉得如柜的朋友 你对这个颜色感兴趣的话 我还是强烈推荐的 三十几块钱 买这种质量的眼影 在现在的Market上 没有 Just it OK 那接下来给大家做 两个上妆 DEMO 我先用一下这一个 大家看到 这个颜色 有点 裸色 这种感觉的 然后把它大面积的 有点黄色痛的 裸色 可以大面积的扫在我的眼睫上边 然后呢 我用Wingos的18号刹子 然后我要沾上这个颜色 在这里边 然后我把它轻轻的 扫在我Chris的位置 那Wingos的这个18号刹子 之前有朋友问我 它这个跟MAC的217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是自然毛的刹子 所以比较fluffy一些 然后你阅染的面积呢 稍微的广一些 比如说 在刹具当中 我自己目前用的比较好的 Wingos的 然后再就是 Sonia G 我不喜欢Sonia G的Face Brush 非常 非常不适合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喜欢他们戴的眼泳刷 OK 有Morfe的这一个M506这个刷子 这个是有点圆头的Dance这样的刷子 然后我沾上一点点的这个颜色 因为这一盘呢 它是有一点Camel的颜色 所以它所有的颜色呢 都有一点点的 Olive色彤在里面 Malese就是 绿色 那这个Brown的色彤 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 它也有一点点 黄绿的那个色彤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一盘的颜色 做得非常的好 但如果你说啊 我这个颜色 我想要它是Brown的 它不是 OK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用这个黄金的这个颜色 在这里边 然后把它压在 这个呢 也有一点点Copper的色彤在里面 一点Golden Copper的那种感觉的 颜色比较偏Metallic一些 但是也有一点细细的那种Shamer在上边 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然后小头头刹子 然后我要沾上这一个 边上的这一个 颜色 OK 我再用回一点点刚才的这个颜色 然后把刚才的这个 金属感 压住的这个位置 再来一点 OK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找一个 扁头的刹子 然后我们用一下这个颜色 画到下眼线的位置 我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会把我脸上用的其他的产品呢 放到底下的新鲜栏里边 po第一个妆容的这一个使用的产品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查看一下这样子的啊 然后口红呢 那我用的是 呃 浙浙阿玛尼的这一个power lipstick 503号 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 peachy warm 色彤 有一点 配啊 这种 warm色彤的这样的眼妆 然后整个妆容呢 就是这样子搞定了 下一个妆感间 视频拉近一下 现在画这一个第二个妆容啊 然后 虽然50分两天录的 然后今天呢 我们用一下这边的啊 这几个绿色的这几个颜色啊 首先呢 我找一个这一个Sigma的E36啊 这个刷子 粘上上面的这一个绿色 这个绿色里面呢 有一点点的shimmer 但是是一个雾面的base 但是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有这个shimmer的关系 我刷子进去 有很多粉浮上来 是非常多的粉 KK上来啊 然后KKW的这一个粉 虽然有K上来 但是很少像这么 这么多 所以我不太明白 它为什么里面一定要加shimmer 然后我就把这个颜色呢 因为它里面有shimmer 又很掉粉的关系 所以我需要 一点点的去build up 这一个颜色 真的有很多粉浮上来 我一点不夸张 大家 大家看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颜色 为什么一定要加shimmer 而且就是上了眼睛之后呢 它也 大家可能 它也没有任何shimmer在上面 就是这个shimmer就已经出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把shimmer加里边 这个shimmer就会让这个粉纸 变得非常的松散 如果你不加油的话 因为它是雾面的base 所以这个颜色真的很讨厌 但是画上去之后又很好看 又爱又恨 就是这种感觉吧 有一点mustard yellow base在里边 然后有一点绿色在里边 就有点像那个camel 最浅色的那个地方 有点黄点绿那种感觉的 做得非常的正 但这种颜色不是所有人的菜啊 我不太喜欢这个眼影的质感啊 真的就是 太费劲了 可惜了这么好的颜色啊 真的很讨厌啊 OK 然后呢 我再找一个扁头的刷子 我用这一个sigma的E26这一个刷子啊 然后我要用这里边的这一个绿色 在这里边 这个绿色呢 我今天开的这一个两个灯在这个地方 这个绿色本人看的话 就是那种绿色 不像这里边看的那么 浅 那么的意思 然后我就加深一下这一个 绿色的这个感觉 我需要拍一下粉啊 这几个颜色会掉粉到 眼睛下面这个位置 如果你不拍粉的话 因为它非常的散 非常的散 大家说哇 你这么咬牙切齿的 打造出来的妆感是挺漂亮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绿色 我这个刷子进来 它是这种的 它不像这个 哪去了 在这 上面这个颜色 就是 为什么要加深色 不明白 再来一点 我跟大家说像这种颜色 我反而不喜欢非常上色 原因是因为你画出来的妆容 需要非常的 非常的准确 你知道你假如 克里斯在这个地方 你非常上色 你怎么就越染它 对吧 你稍微的 你大眉毛的意思 就是有一点点 自己发挥的空间 就是允许一些小的 一点点的mistake 存在也不会影响 整个妆感这种 OK 这是这个绿色 好漂亮的绿色 好漂亮 然后我还用这个刷子 我要沾上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 每次只要我想要 烟熏一点点的话 我就会把这个颜色 加上 这个颜色说实话 我不是非常的满意啊 因为它的感觉呢 稍微有一点浅 就是上了眼睛之后 颜色不够太rich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这一盘 我觉得唯一缺的 就是一个深绿色 就是或者是一个 有点brown deep brown那种的 我觉得是缺 这个的确有点deep brown 但是很奇怪的是 它约染开之后 我会把湿色的图片啊 然后放到instagram上面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我instagram的 就是自然光线湿色的图片 它真的有一点点 绿色的感觉在里面 很奇怪的 就是有一点像那一个camel 最深色那一片 因为是camel 所以它有其他的绿色 blend in到这个brown子里边 这个brown这个颜色里边 所以还是有点绿色 的确非常的camel 但是画成眼妆的话 的确挺费劲的 这个地方 这个深色 有的时候我甚至拿那一个 拿他上顶头拿那一盘 去加深一下 但是现在颜色真的很漂亮啊 然后我很喜欢 这里面这个绿色 这种感觉的 OK 总之我是很喜欢 他们家的霧面的眼影 我真的很喜欢 KKW它在眼影 OK 然后我下面要用这个绿色啊 找这一个点头的沙子一个 加上这个绿色 然后把它画到 后半部分 它掉粉的朋友 你可以 试用啊 因为它是沙沙的那种 感觉 如果你想要 mortalic的话 当然需要这一个 喷一下这种 OK 然后再用回这个刷子 把我沾上 这个颜色 大家看到 然后压到 这个呢 有点 金色的 金色加绿色 chrome shine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比较夸张一些 OK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这种颜色上来之后 我眼角的这个地方 这个深度 它就不够了 所以要用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去把它加深一下 这是这一盘 唯一唯一的一个缺点 也算是一个大的缺点 说实话 因为如果你要画这种眼妆的话 你要是flat的这种绿色 OK 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加深一点点 我今天这样也可以 就是直接出门这种的 当然可以 OK 因为它也很好看 但是 希望它有一个 dig的颜色在里面 然后我再用上 最边上这一个浅色 这个颜色 如果你要提亮的话 一定会用了 这里面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的是 它有点shimmer shimmer的那种的 就是很符合 现在流行的这种感觉 而不是那种 BANG 一个面 METALIC 金属感那种 所以很有质感 我很喜欢 OK 然后这种的 OK 然后呢 我再用回刚才的 这一个刹子 OK 在这里边 然后再沾上一下 这一个 颜色 加深一下 这个地方 你是可以 build up 到一定程度了 像这个颜色 还有刚才我用的 这一个 这个颜色 Chris的这一个 颜色 有点 mastery 那种感觉的 然后再对应一下 好了大家 这个就是我的 第二个妆容的 这一个 Dark Pay 整个这一个 妆感呢 就完成了 我的底妆品呢 用的是 White Wild的 这一个 Dewie Foundation 自从这个月 用了之后 难以放手 大家看我的 这个妆感 真的是太 flawless 我这个底妆 真的是太漂亮 我每次都 赞不绝口啊 然后呢 症狭膏呢 我用的是 Kevil Kwon的 这一个啊 这个我不知道 现在有没有卖了 大家 这个是 Easy Corrector 这一个颜色 如果找到的话 我会 链接到底下 找不到的话 我会 就直接告诉大家 好像是平产的 OK 丁妆粉呢 用的是 Huda Beauty的 这一个 Baked Powder 我当然不是 用它Baked了 但是我觉得 它很好用 就是它 Blur的效果 非常好看 不是我的错觉 大家 我真心觉得 它的这一个 Blur的效果 非常的好 OK 让这一个 底妆变得 更加的 flawless这样子的 然后我的 这一个腮红 高光啊 修容 我用的是 Becca跟Chloe 还有什么 Malika合作的 这一盘 这个是完全停产的 那不仅仅是Becca 9月份 要这一个 停掉 我就说 这一盘 也是就是早早的 Limited Edition 这种的 不是所有人 都喜欢这一盘 因为它非常的 怎么说呢 有点金属的 Golden Tone在上面 所以肤色浅的朋友 你肯定是用不了 这种的 OK 那 口红 口红呢 我用的是 这一对组合啊 然后我忽然发现 就这一对组合 真的很适合 这种比较 你知道 颜色的 这个眼妆 Petal McGrath Labs 他们家的这一个 叫Super Natural的 唇线笔 然后我用的是 Dior的 Leap Gloss 629号 Misor的 然后是我现在的 这一个搭配 我觉得 配这种比较 古铜的 绿色的 Golden的 这种combo 也是非常好看的 大家觉得呢 OK 那 吃到这一个眼影盘 我自己是狂推荐 大家可以去买 这一盘啊 唯一的 唯一的缺点 就是 这个颜色 OK 还有这个颜色 就这个颜色 为什么里边 要带shamer 为什么 why啊 让这个 因为它里边 加了那个干的 小闪粉在里边 然后又是 霧面的base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它粉 一定不会压得很实 所以一进去 刷子一进去 咯 可以很多粉上来 然后这个颜色 我很喜欢它的色痛 的确是有点绿色 那种色痛 非常的特殊 但是如果它能 再稍微深一个色度 我觉得 我就不用build up 的这么费劲啊 但是其他的颜色 我真的是好喜欢 真的是好喜欢啊 然后 这一盘 如果大家喜欢 这种比较 warm色痛的 眼影的话 或者是我 我应该说是 绿色 master的 这种比较 均装绿的 这种感觉的 眼妆的话 超级漂亮 我不能说 这一盘完美 这个颜色 跟这个颜色 OK 但是打造的妆容 没有我不喜欢的 我该这么说 所以我自己还是 非常非常喜欢 这一盘的啊 非常非常喜欢 这一盘的 那今天的这一个 KKW Beauty的 这一个 Camel Eyeshadow Palette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提供的信息呢 可以帮助大家 是否去选择 这一盘 它现在的官网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打折 这个原价好像52 打完折好像是不到40块钱 这样子的 美国这边的话是 满50块钱 就是免运费这种 你可以加一点东西进去 如果你对他们家的东西 感兴趣的话 我是这个说的意思啊 或者是多买两个眼影盘 是完全OK的 因为真的很合适 他们眼影盘 真的是很好 真的是很好 我喜欢 我很喜欢 喜欢他们的眼影 我觉得很有质感 很有质感 非常漂亮 OK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 这篇美妆日记的话 就多多点赞一下 新人的朋友 如果你对彩妆 或者是对美妆感兴趣的话 就订阅一下 万文的美妆频道了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大家 Bye Bye